今年首度獲得由Job Market頒發的卓越雇主大獎 和卓越雇員生活及工作平衡大獎 全球上都很高興和鼓舞 一方面鼓勵我們繼續優化現行的家庭友善措施 配合員工的需要 另一方面對我們現有的員工及即將加入的人才 更加明白到加入浸院這個大家庭 會更加平衡他的生活及得到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們醫院也很同意鼓勵我們醫院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用心去明白我們服務隊長的需要不自然重要 但以關懷的心去明白同事的需要同樣重要 醫院很希望與這班滿意的同事並肩作戰 將愛心帶給我們服務的對象 如果由入職開始至退休人生的各個階段 我們醫院也有貼身的支援 平衡工作及家庭的責任 首先由他新加入開始 我們醫院會有一系列的營生活動 院目的團隊也會在他頭六個月內邀請他一齊面線 在那裡會聊聊天 我們要了解一下他在這段時間內有沒有憂慮 去舒緩他 然後除了人力支援部之外 我們醫院也有專責的團隊 就是這個職安部 這個職安部會提供很多不同的職業安全措施和訓練 讓他們加強他們的安全意識 務求令他們平安上班快樂回家 同時享有免費的產檢 產前館座分面複利 而作為一間支持母語衛部的醫院 同時產後復工 醫院也會提供完善的衛部設施 另外我們也藉著一年一度的盛市交許日 是我們醫院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我們會有三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在早上我們會派發一些小心意的禮物 給我們全院的員工 去感謝員工默默的耕耘 另外下午我們會有一個表揚我們出現員工的活動 在這一年內 同事如果有不同的出現表現 可以是很微細的 我們都會在那裡給予家長 而在晚上我們就有一個家許的晚宴 讓一些長期服務的員工 帶同他的親戚和家人一起陪伴出席這個晚宴 分享他的喜悅 還有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可以說動靜加熱 也會舉辦很多家庭同樂日 讓員工可以互相認識 以及可以有家庭聚會 至於即將退休的員工 我們也會收到醫院核下長者中心的會籍 會員可以參與中心舉辦的多種活動和培訓 也會定期收到一些退休的資訊 我們希望鼓勵他們善用專長 退而不休回歸社會 對於投資醫護介入人士 他一定要具備有愛心和使命感 做事要熱誠和正能量 以及要懂得逆地而處 推己及人 尊重生命 做事要認真準確 醫護業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發展空間的團隊 以及有很多學習的機會 是很適合年輕人加入的